這是屁股市場 每天從四五點到七八點的時候 六七點大概就散掉了 離吳志銘市大概要四個小時的車程 四個小時的車程 這是下右繩 越南人摩托車就是這樣帶 那這就是下右繩的頸 這都是下右繩的頸 這個不是來的 這個就是他們沒有辦法散掉 那你看鴨子就是 這個跟我們小時候都一樣的 那這個鹽田主要還是帶貪牽來帶 主要是貪牽來帶 那下右繩的頸為主 新竹的建築 假如要找這個對建築有興趣的話 這個在北頁 真正在北頁 我真的記得說 因為那個黃子都很壯了 撞了一下 這個都有六百年的歷史 這個黃子都有六百年的歷史 這個就是丁香營 越南的水果 看一下越南的水果 火龍果 山竹 紅帽丹 牛臉 牛奶果 這個山竹 這個山竹 有臉是長這樣的 這越南的水果 山竹 OK 歷南菜跟泰國菜差在哪裡 歷南菜就是酸甜 泰國菜酸辣 這是家計七分 你看 我在講的 胡志明市給我的感情 就是立化非常好 立化非常好 然後到河內現在有一個很棒的飯店 這是萬老酒店 其實就是那個 那個 台灣 好像台灣還沒有 一個非常頂級的 那個一個晚上都是十四五百萬美金的 現在在 在河內來一個晚上才一百五十萬美金 很值得去住的 很棒的飯 OK 到越南怎麼去玩 越南美食 它是非常清淡 它是養生食 養生的 刀湯 清淡 香草 我們在講香草 越南人吃了很多的香草 越南的美食 那越南的女性 越南不是母西社會 很多人都說越南是母西社會 看著幾個月 越南怎麼是母西社會 母西社會有幾個基本上的 它要入罪無法 對不對 甚至來講要換母性 可是這個在越南都沒有了 但是越南的女性是經濟的供應者 越南花了一百年的戰爭 男人去打仗 國家獨立 引人就在家裡孝順公婆 港家虎口 教育敲 所以把整個經濟的重任 都在女性的身上 但是越南不是女性社會 越南最大還是老爸 老爸生氣 比到貶州就跟我們一起講 講到講了你不知道怎麼 然後 他就是一個經濟的供應者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到越南去 在台灣來講 其實越南女性都是出來工作的 你到越南一樣 男人就是坐在宿下喝咖啡 在田裡面都是女孩子 對不對 所以你們比較乖 沒乖送一萬人做得很好 然後 其實越南人真的很大 大家都會 因為他說過法國統治 你們講到鄰居左宇右 是尤其越南老婆的 我常常講 越南女孩子很好騙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可以打他三百六十四天 然後你只要他的生日 跟結婚紀念日 不能忘記 他的生日跟結婚紀念日 不能忘記 因為越南女孩子很好騙 因為你愛我 所以你才記得我 我很好騙 我覺得 我們現在很越南女生 我把你這樣 我們現在很多越南女生 所以 左宇右舍 尤其變成老婆的 跟他講 他 你老婆的結婚紀念日 跟 跟那個 出生日那天 一定要記得 我跟你講 那兩天 你若說揮個女生 一日揮個女生 他一定說你揮個女生 也不好了 那今晚黑妻 別說 一年一開始 他還是浪漫的 他還是 我還是帶他出去 喝杯咖啡 牽著 牽著小手 去走一走 他會很爽的 你做什麼壞事 他都忘記了 他都忘記了 然後 他是一個 積極 擁抱資本主義的共產國家 你到越南去 你不會感覺到 他是一個 共產黨 或者怎麼樣 但是你會感覺到 就是發展經濟 很強的 讓經濟的動感很強 很強 然後 那世代 我們驅到越南的感覺 就是說 我們可以看到 可能是我們 在中老年很大 而且你們比較不一樣 我們可以感受到就是說 可以看到台灣的 以前經濟在成長那種味道 然後又可以感受到 失落的 就是說 因為經濟成長以後 以前的傳統是不見的 又有那種 失落的落差 這是對我們來講的 我們可以體會到誰 那 越南的情景 我們就分享到這裡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蔡董的分享 其實他28年的東南亞經濟 他兩個共同獎館 是太沒搶他了 而且他還有對國民黨 四、五十年的仇恨 再加上 更長的時間才能講 好 我們剛剛傳下去 像這個 這個是越南米 這是越南米做的V Club 然後剛才這個是 這是你剛想到大樂的時候 想到我們有這個 越南咖啡 這是越南的咖啡洞 我們二樓有畫獎 二樓畫那些畫的 越南邦庸阿陶 他在大樂 然後他在德樂 他重新是那邊的咖啡大戶 然後他現在已經回越南 他寄了一堆 他自己炒好的越南咖啡洞 所以聞起來很香 非常香 可以 應該可以當口罩 那樣子 可以吃嗎 我沒試過 不知道有沒有意思是卡洞 你誰 好 那個 讓菜總休息一下吃點東西 然後希望大家 給點意見 給點回饋 然後我們剛剛傳下去這個幾條 這是我們中將化的一個步驟 就是 就是我們教堂 啊已經有人寫了嗎 對 是 大個菜總的不要穿這樣 哈哈哈哈 可是請大家 有心得的就 麻煩寫一下 就是 不管是對這個場地 或是對菜總 或者對 或者剛才你 打歌歲的時候想到的 什麼事情 寫一下 我們會貼在牆上 我們之後會 再進口那個 葉子形狀的 小紙條 會貼在這裡 好 再進口那個 水滴形狀的 貼在這裡 那暫時還沒有 就是用一般的方形 好 來 有沒有哪一位 朋友 可以先給菜總一點 回饋 或者挑戰 或者 稻米 一台是 米湯 它是九龍江平野 跟北部的 紅五三角桌的 那個 南京跟台北 那 稻米 台灣 你一個人 從國外進來 你只能拿 好像是八公斤 八公斤的樣子 還是四公斤 所以你們以後 從國外進來以後 要帶稻米 不能拿太多 其實帶太多 是會花錢的 因為我當上次 帶了二十幾公斤 然後 我跟他提問 不知道要做一次 我特意很想 他說 稻米可以只有 只有 好像是八公斤還是四公斤 在越南最好 我個人認為最好吃的米 是在米國 冰汁 冰的 冰汁的米 冰汁的米 冰汁的米是最好吃的 來 謝謝 謝謝 謝謝